大家好,我是白氏木马人唐纳书 温哥华终于迎来了晴天了 所以为了纪念这个天气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台木马人 非常有意思 非常适合这个天 这台其实是Winter Edition 2017年全新出的一个吉普木马人特别版 之所以这个有意思 当然第一,75周年就没有了 对吧,今年其实已经76周年了 那代替它比卢比肯再下来一点 所谓价位上面,那就是它了 那它到底贵在哪儿 因为卢比肯很清楚,对吧 它有这个locker 有一些sweeper disconnect这些东西 所以它贵的有道理 这台车到底贵在哪儿 首先大家稍稍看一看 改装成这样得花多少钱呢 得花挺多钱的 但是好玩的地方 就是这台车是完全没有改装原装车的 那首先跟大家过一过这个Winter Edition的一些独特的地方 首先呢,它在这个引擎盖的右边 从前面看是有这些贴纸的 Winter Edition对吧 还有右后方这里会有贴纸 非常漂亮 这里呢,保护灯的也是有 KO2刚刚说过了 前后的bomper 但还有一个呢 这个就是轮圈 它和所有的木马人的轮圈都不一样 对吧 运动版啊,Sahara有两种 然后Lubicon有一种 他们都非常明显的看着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台车呢 就有点达到像改装一样的目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独一无二不一样的 那整个外观上面对吧 这种个性化也好 它已经帮你做到一部分了 甚至很大一部分了 从性能上也是一样 Rockside的到轮胎 然后呢 还有一点就是轮骨这个是黑色的 对吧 它是那种有点磨砂的这种感觉的 黑色的 摸上去就是磨砂这种感觉 还有前脸这块也是黑色 这个Sahara grill对吧 几乎被喜欢的七大舟 七条这样子过来 还有前面就是Wintradio我刚刚说的 看这里都有孔 之后呢 可以脚盘的线拿出来 前面防撞这些 还有另外一个 唐大叔好多 好久没做这个木马人视频 因为都一样的车嘛 一溜一气 但是呢LED灯组 大家看看一千年新的选项 就长这个样子 那这台车呢 跟大家过一下其他标配 Winter Edition嘛 所以加热仪呢 远程启动 这两个东西标配的 然后它底子呢 是Sahara版 所以呢 大家会发现 这个Bumper 是七身的 是七身的Bumper 当然现在17年 就算卢比肯 你也可以去选 像我旁边这台很搞笑的卢比肯 也可以选这种红色的 就是喷漆的这种Bumper 原来都是黑色的对吧 其他木马人看都是黑色 所以这台车呢 我觉得适合什么人呢 一上手就想要一个车很不一样 这台车非常不一样 有贴纸对吧 然后呢 样子非常不一样 第二的话呢 就是其实木马人只有两种吧 简单说 卢比肯和非卢比肯 那以这台车来讲 非卢比肯的话 应该原装车 没人可以好意思跟他比了 因为他的越野性能 还有一些方面 越野性能的话 其实很重要 轮胎很重要 对吧 这个轮胎KO2 像很多人都是 一拿到原装技补 第一件事情的换轮胎 KO2是很多人选择 唐大叔自己的使用下来心得 就是他什么都不是最好 对吧 雪天啊 泥地啊 一些东西 但是呢 他什么都很好 这个就比较爽一点 对吧 因为你想要越野能力最强 你可以买一地轮胎 那平时城市里开又太吵 雪天也是一样 对吧 你买个雪胎也好 或者说特别雪天好多轮胎 其他时候又不好用 所以在纠结之中 这样KO2是非常 什么都很好 然后呢 什么都不是最好 你不变而硬万变 那盲拳打死老师傅了 刚刚说了外观上 对吧 那别人看你的车都从外面看 但你从里面看 如果是以前开过木马人 甚至是第一次 如果是看过其他车型 就发现 这台车里面也完全不一样 首先呢 这个地方用的是黑色的 对吧 平时的呢 也是银色的 那Alpine System 还有另外一个 这也是标配的选项 里面就有了 那我们再过来看呢 像这一块 大家都知道 对吧 平时也是一种灰色吧 算是 这也是黑色 那还有呢 里面这些所有显示的地方 那把这一块 Wintern 这是特别的 那边是雪花雪山的这种感觉了 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木马人 你买其他的都买不到 还有一个呢 这边也黑色 所以他说了很多 黑黑黑黑黑 对吧 因为很多人呢 还是喜欢黑色的 所以如果是真的是 很喜欢黑色那种 那这台车 我觉得他 应该会喜欢的 很多地方都不用改了 都是黑色主力 另外这个座位 跟75周年 有一曲同工之妙 那是皮椅 然后呢 带的是这种 heavy duty的这种 布的 insert 中间是布这样子 那包括后面的轮胎 后面的椅子也是 那唐大叔呢 看过很多的改装车 对吧 很多改装车呢 特别像吉普这种车 大家希望它是独一无二的 那很多他都会 座位里面也会改 包括唐大叔说 刚刚空调盖这些地方 他都会改 对吧 所以这台车就是 包括这里 上手之后呢 就给人一种 这个完全改装车的感觉 从轮胎啊 到一些里面外面 那唐大叔刚刚说到一半 只有卢比肯和非卢比肯 两种木马人 其实如果大分类的话 这台车完全给那种 就是说 我并不是要改装一台吉普 去爬石头 或者是很夸张的越野 那但是呢 我希望我的车是非常 这个不一样的 那同时呢 像这一台车的话 你就不用去改装了 基本上到手了 直接用 当然你可以加高一点点 电高也好 加高也好 那一样的用原来的东西 或者就这样子一直开 从性能上外观上 直接就一战式 一步到位 因为唐大叔 大家看了一下 这点东西 如果你自己去加的话 第一 它里面特别内饰 你是拿不到 要改成这样子 估计 这个小几千 肯定跑不掉 另外这些轮子 轮圈 一些东西 包括前后bumper 这些东西要改起来的话 每个五千六千的 也很 基本搞不定 那还有的话 像这些小的细节 对吧 像这些 GASK APP 我们都可以去加的 那现在都有了 所以 这台车 很有意思 那Winter Edition 插一句 就是去年 应该是冬季 极限运动的时候 吉普一直赞助 这个活动 吉普官网 对吧 上面都看了一些广告 什么 那当时出了这一个 但是 从 这个配置的角度 唐大叔自己车上 这个也是有 加热椅 还有一些 远程启动 一些小配置 我觉得还是蛮实用的 特别是 今年几个 这个小冬天 算是 小冬天的时候 发现还是蛮有用 提前暖暖车 然后 这个 有加热椅 还是挺实用的 所以 很不合时宜的 唐大叔 跟大家聊了一个 这个 这个终于春暖花开了 但是Winter Edition 从这个时候出来 但很有意思 它肯定不是只有冬天能用的 而是说 这台车就是出厂 非常好开 好用 好看 就这么一台车 今天 用短一点的篇幅吧 因为木马仁 唐大叔真的 最近做的也少 因为让我兴奋 东西不多 但借着这个 给大家看看 LED灯 LED灯长什么样 那一个普通吉普也好 或者这台直接出来 Winter Edition也好 如果你这样改的话 加这样的轮胎 前后Bumper 对吧 可以加Winch的这种Bumper 最后大概什么样子 那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个算新车型吧 再继续等这个新款车 应该是JL18年出来之前 这也算是给我们一道开胃小菜 虽然吃不饱 大家可以品尝品尝 毕竟是新的 任何新的吉普都是值得一看 好 如果喜欢唐大叔频道一直在看 但是还没订阅 记得赶快订阅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 如果觉得有哪里不好的地方 请大家在下面留言 尽量不要给我差评了 当然如果你住在温村 或者在BC省加拿大这边 喜欢几乎想买车 可以来唐大叔这里 广告的话不多说了 大家都知道了 旁边有微信问问题 或者是咨询什么东西 买车都可以直接加我微信 唐大叔每天都有很多 全世界的好朋友 加我问问题聊 OK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生木马人唐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今天给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